再来 人生的妙数学 来 我们进一步再来探讨 5加2等于3 5减2等于7 5减5等于无限 去年要讲这些课程 我逐渐把道德经理里面的 为了解开那些密码 当然我是了解里面的深意的 但是要让一般人 要让中学生都可以读得懂 所以我就要设法去把里面很深的密码 深入浅出的去把它解开来 一般人的那种物质化的思维 认为这个5就代表我们这个生命体 我们这个小我 5加2就表示说 一个人他想要得到越多 想要抓越多 他想要拥有越多 争抢夺越多 所以5加2这个加是代表 对他的生命 他想要拥有更多 占据更多 侵占更多 或是赚更多的钱 拥有更多的财富 怎么样 结果像这样的思维 你的人生 实际的人生 到后面你所得是越少 一般人以为说 5加2等于7 但是那是机械式的数学 那是学术化的 那是在实验室里面的数学 而真实的人生 不是这样 真实的人生 你想拥有越多 占据越多 拥有越多 你会失去越多 所以你后面的人生 成果呢 就越少 剩下3 5加2等于7 这个减 一般认为说 5加2等于3 我付出 我5万块 如果捐出2万块 那这样我就只剩下3万 这样我就吃亏 我要拥有更多 得到更多 我要设法勾心斗角 设法经营专营 设法要利益最大化 但是要知道 当一个人他懂得奉献付出 这个就是减法 懂得奉献付出 为他人着想 懂得傻乎乎的 来奉献付出服务 好 这种人表面上 被很多人认为是 很呆 很傻 不跟人家计较 一直在奉献付出 好像这样 你就应该会很吃亏 但是要知道 这种懂得谦虚柔软 他的生命是用减法 这个减法不是自卑 不是在削弱自己的生命 不是那一种 你这个5还是存在 但是你懂得奉献付出 好 5-2 你的人生呢 你懂得奉献付出 不跟别人争 不跟别人抢 你后面你的所得 就越多 比你原来的生命 所拥有的还更多 好 为什么会这样 等一下后面 还会进步再解开 无减无等于无限 这个就更深 更深 无减无等于无限 这个你看 无就是你这个生命 减无 就是减掉无 也就是 这是什么意思 大家清楚了解吗 对 你一个人来到真的 无私 无我 把你的生命 真诚真心的奉献出来 没有任何的私心 没有任何的名利心 没有好伪人私之心 没有那些主宰欲 你所做的是纯净的 在利益众生 这种人 他一定不会强势 不会要主宰 更不会有那种 要去什么 欺骗坑拐骗人 绝对不会有那些 无减无 能够来到减无的 就是把他的生命 完全的奉献出来 那个跟自杀 完全不一样 那自杀 他是残害自己的生命 那种他只是继续在苦海里面 浮尘轮回 这种五简五就是 他把他的生命拿来 全部都是奉献给众生 奉献给人类 奉献给国家 给社会 而这里面 不求个人的任何的名利 没有那些好伪人士 而这种情况 所作所为 他就是真正在行善积德 能够来到五简五 就是他的身见 我见 完全破除掉 像这样 他所作没有任何私心 没有任何名利心 没有那些傲慢 没有那些主宰欲 没有那些好为人师 就是奉献服务 奉献服务 好 这时候 他所作的是真正在行善积德 当一个人在行善积德 那他的生命呢 他就会来到 与天地同在 与日月同灰 生命成为永恒 成为无限 大家好去体会哦 这就是道德经 要我们学到的智慧 如果你学的是树的那一套 就是前面的这种观念 一样 有人学道德经 然后把道德经 包括学易经 把易经变成一种树在应用 学习道德经 把道德经一样变成 用一种树在运作 好 那答案就是前面这种情况 老子要我们学到的是高等的智慧 你要跟一般的思维 要180度相反 所以道德经里面都有提到 正言若凡 跟一般人的习性思维是相反的 也唯有你敢去自我挑战 不要随顺的世俗的那一种价值观 在运作 当你敢真正自我挑战 你才能够真正体会到 什么叫做博出生命的意义 感觉做博出生命的意义 好 有原因 我们来说